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页书呢 one page 一页书是多少呢 差不多就是一千个字吧 约等于差不多一千个字 我们就不能去细分 英文单词就是英文的字母 差不多一千个 就一个k笔 这是一页书 那么一本书呢 差不多一百万字 一百万个字母 就是一个n笔 这个叫一照字节 就是一页书电子书 我指的是电子书 那么一个movie呢 像我们这种不是特别高清的 那么就是在一个级笔 这个笔到k笔到n笔到 都是乘上1024 就差不多乘一千倍 就差不多一个级 对吧 一个级 那么我们如果说 现在有一个硬盘呢 一个aha的disk 这个一般来说 移动硬盘就一个t笔 一个t笔呢 就是一个级笔的一千倍 一千零两二二四四倍 就一千倍左右 一千倍 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 大家一般都知道的 这个t 是现在我们能接触的 最高单位 那么往上还有 还有是什么概念呢 就比如说我一个亚马逊丛林 下面这个概念就比较大了 Amazon 下面这个概念就比较大了 亚马逊丛林不是有很多原始森林吗 我们把这些树呢 全部都砍掉 做成纸 然后在纸上呢 打满了字 那么你想那么多树呢 有七千亿棵树了 七千亿棵树 这个树全砍掉 做成纸浆 造成纸 然后纸上打满了字 这些字有多少字节呢 就是一个p笔 一个p笔就相当于 10的15次方个byte 这个就已经是t笔的一千倍 叫p笔 这个就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有多大了 就叫p笔 那么再往下大呢 再乘上一千倍 叫什么呢 叫一个一笔 这个我们就不去讲它到底有多大 就是一个一笔 它是10的18次方 就有这么大 就这么大 那么我们人类有史以来 从史前 有史以来到2005年 人类所有产生了多少数据呢 这个数据包括文字 包括图画 包括声音 包括影像 这个图文音像 这四个内涵 出现了多少呢 130个一笔 130个一笔 这是到2005年 那么从2005年 到2010年 这个五年内产生了多少字节呢 产生了一千两百个一笔 这个是很吓人的 就是人类有史以来到2005年 总共才产生了130个一笔 但是从2005年的五年 就产生了一千两百的一笔 这个就是大数据 这段时间数据是爆发的 然后别急 从2010年到2015年 又过了五年 产生了七千九百个一笔 然后预计 从2015年到2020年 这个预计要产生 四万零九百个一笔 这个叫做数据的爆炸 那么你想想我们每过五年 每过五年数据 就要产生增加个十几倍 这个就是大数据 所以我们知道 在数据的领域 如果我们把时间轴 画在横轴的话 时间画在横轴 这是年份 纵轴是data数据的话 我们这个数据是 以这样的方式上升的 对吧 这是一个指数形式 加速上升的 这个是我们真实的data 产生的速度 那么这么大的数据 我们能不能全部都研究呢 不要说研究了 读一遍都来不及读 现在我们的人 human 数据科学家 只能研究多少数据呢 这是数据科学家 我用黑色的来表示 数据科学家只能研究 这么多的数据 这是科学家 只能读这么多 那么现在的计算机 通过传统的技术 能够读多少数据呢 传统的计算机 能够读的数据 是这么多 computer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这段缺口怎么办 就这段缺口 计算机也读不过来 就科学家更读不过来 怎么办 好 我们就要来培养计算机 来学习 叫machine learning 就要培养计算机来学习 像人一样的学习 学什么 学习这些数据 了解这些数据 背后的含义 所以我们希望计算机 看到一个猫的照片 就能说出来 这是一头猫 而不是看到的 都是一些二进字的字节 就我们要让计算机 帮助我们识别 计算机看到这篇文字 这篇新闻稿 只要能够说出中心思想 断了大意 要能分层分断 像我们小学语文 做的那样 这是机器学习 计算机听到一段语音 就要能识别出 里面说话人 他的意图是什么 他的情绪是愤怒的 还是高兴的 这个叫机器学习 甚至于我们希望计算机 能够像人一样 有七情六欲 有感情 这个叫机器学习 这个叫人工智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数据 现在这么缺数据 懂数据的人 就因为数据实在太多 而人实在太少 这就是我们机器学习的一个 给大家的一个 上来的一个印象 就是什么是机器学习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思想下 我们讲了Big Data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看了 那么既然数据这么大 这么多数据 为什么对大数据 对机器学习 有这么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讲过 人工智能这套东西 在八十年代 就已经极其成熟了 在我那个年代 神经网络 人工智能 这个都已经非常成熟 我们那个时候 报纸打开就是神经网络 你不要以为 人工神经网络 是现在的事情 那个时候就已经 天天就是铺天盖地的 我们那时候经常看到的 一些东西什么 用神经网络来解决 什么什么养猪的 什么问题 就天天看到这种事情 养猪都要用神经网络 八十年代的科学 是极其发达 但问题是为什么 没有成型的 是没数据 你要让机器学习 你要让它有足够的数据 让它学 没数据怎么学 对不对 主要就是缺乏数据 大数据正好填补了 这个空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只要有了数据 机器学习这些东西 就能爆发 它的前提都已经很成熟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 机器学习的算法 都是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算法 现在我们都在用 都是很成熟的算法 所以接下去 我们这个论文里面 就我们这个教材里面 就提到了 Database 数据库 你首先研究数据 数据要找个地方 要放起来 要存放数据的 那么数据库呢 我们分为传统数据库 和现在的数据库 传统数据库呢 我们都称为 叫Seql数据库 Seql叫什么呢 叫结构化查询语言 它三个字母的缩写 叫结构化查询语言 所以你也不要管 什么叫结构化 什么叫查询语言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马上知道 Database是什么 我们的Excel 就是一个典型的 Seql的一个Database 符合Seql的一个Database 比如说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Database 是什么叫Seql的Database 那么我们比如说 有一张班级的一张名单 一个名单 那么我这里呢 要有几个字段 一个叫Name 一个叫性别 一个叫age 年龄 还有一个叫分数 Score 然后这里呢 是张同学 这里呢 是李同学 这里是王同学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 一张表格 对吧 这个叫行 这个叫列 这个行叫什么呢 叫row 列叫什么呢 叫column 行和列 这个叫行和列 这个有行有列的 就是一个标准的 符合Seql结构的 一个数据库 其实Seql就是有行有列 就是table嘛 这个东西叫table 这个叫一个叫表格 叫一个table 对吧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 叫一个表格 有行有列 那么这个一列就是name 这个一列叫性别 这个一列叫年龄 这个一列叫成绩 这个叫一列一列 这列和列都不同的 都是不同的 这个对吧 那么在我们统计学里面呢 我们就给它称为 这个叫X1 这一列叫X1 这一列叫X2 这一列叫X3 这一列叫X4 这是一种叫法 那么科学里面叫法 这一列叫什么呢 这个在数据库里面 这一列一列 不叫column 叫fields 中文叫字段 文字的字 段落的段 叫字段 它是有字段 作为列 那么这个在 这是数据库的叫法 在机器学习里面 这一列一列叫什么呢 不叫字段 叫特征 叫features 这个一列一列叫features 这个叫fields 或者叫features 或者在统计学里面 叫X1 X3 X3 X4 就是我们家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是一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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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列的 这个行叫什么呢 这一行呢 在数据库里面呢 这个行叫记录 叫record 在这个一行一行的行 叫record 叫一个叫叫一行一行的 就每一行都是指的是人 不同的人 他们具有不同的特征 就名字叫小张小王小李 就行列行列 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就是传统的数据库 叫seql 那么seql 为什么叫结构化查询语言呢 它可以对这个东西做很多的操作 什么操作呢 我排序可以吗 我根据姓名 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根据成绩排序 根据年龄排序 根据都可以排序的 对不对 我能不能查询啊 比如说我要找到所有年龄大于三十的人 我肯定用一定的办法可以找到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数据里面 我们有筛选功能 我把这些人选好以后 筛选出年龄大于三十岁的几个人 这种呢 在我们的传统的数据库都已经相当成熟了 就是能够做成表格的形式 那么符合这种seql的数据库有哪些呢 在我小时候 当时学的数据库叫foxbase 这一看就暴露年龄了 后来呢 又变成了微软的 这都微软出的foxpro 那么现在呢 seql里面最成熟最成熟的 无疑是seql 大家不能说哪一个 这个要引起争议的 myseql 还有这是seql server 还有就是oracle 那么这三个各有千秋啊 myseql是免费的 是开源的 是使用最广泛的 你看到的很多网站 很多论坛都是myseql 其实你就看成就是一个excel的一个 类似这个样子的 长得这样excel这样的一个东西 seql server是微软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只要是有点IT基础的人 都很讨厌微软 讨厌微软的everything 从头到底就讨厌 有能不用微软的就不用微软 像我给你的这份东西 我就不是 我就不想用微软做一份东西出来 就我给你这个东西通通都是用 我会写一篇公众号 就告诉你这篇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不是用微软的任何软件做出来的 那么oracle呢 是oracle公司的这个数据库 也是现在最强悍的数据库 但是你也不要 你可以你要 你迟早得去学一门数据库 我是在网易云课堂上 学了一个myseql工程师的 因为myseql学完以后 你学seql server和oracle 就很容易了 而myseql本身虽然它是免费的 开源的 但是功能极其强大 好如烟海的复杂 所以你学任何一个都不简单 你能把任何一个数据库学完就会很厉害了 这是传统的数据库 但是在现在大数据时代 我们出现了一种叫 no seql的数据库 什么叫no seql 就是它不是seql 或者叫not only seql 它不仅仅是seql 什么样的数据库呢 比如说咱们的微博是怎么样的一个储存格式 微博就很难 就是你这个微博在服务器的存储格式 就很难做出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表格 为什么呢 我们的微博怎么样存储的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用户名 这个用户名 他在某一个时间 发了一个帖子 这个还是seql的样子 对吧 用户名是什么样的小户名 然后时间什么样的时间 接下去是什么东西 发的内容 这个内容很长很长很长 就写出来就不是一个表格了 是一大块的东西 而我们在对微博的操纵 我们很少有人会对用户名排序 发帖时间排序 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操作 我们更多的操作 就是我要读你这个内容 对不对 是不是我要读你这个内容 所以这种东西用表格的方式存储 就效率非常的低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内容 它的东西和其他是不一样的 一上id就那么几个字 time也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 content的很长很长 140个字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用这个no seql no seql里面 它不像我们的seql 它是以表格 是以table作为储存元素的 它是以叫collection 集合来作为储存元素的 那么它里面储存的是什么呢 是文档 document 就我微博的帖子 document 而且这个微博这个数据库的格式怎么样的呢 就你比如说关注我了 那么我发了一条帖子以后呢 在你的数据库当中就会多出一条 一个一行 这一行就是我刚才更新的内容 就是我发了帖子以后 所有关注我的人 他们的数据库上就会多一行 这一行就是我刚发的这条帖子 就是它会不断的更新的 所以它是以document作为储存元素的 而不是以cable作为储存元素 这个叫no seql 那么常见的no seql呢 就是这些文档之间 就不能写成这样的表格的形式 这个叫no seql 那么典型的no seql的数据库呢 就是叫mongoDB 类似于这种no seql 现在非常非常火爆的no seql数据库 那么它不是这种 它不需要 它是文档型的数据库 就是它里面储存的主要元素是文档 而在我们大数据时代 大量的数据都没有办法做成这样的表格 或者说做出这样的表格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大量的数据都是以这种no seql的方式存在 比如说你在饿了网上面订餐 你在饿了网上面订餐 这个数据呢 很多就是你的订餐记录 就比较几点几分啊 你什么什么人用什么手机号码 在哪个地点订了哪些哪些吃的 然后送餐地点是什么 这个东西做用表格做出来就很麻烦 因为它的效率会非常的低 所以我们更喜欢用no seql来做 这是网络时代非常流行的一个数据格式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 因为你去看这篇论文 它都重点提到了这些项目 虽然我也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考 但是了解一下肯定是有帮助的 这是我们的关于数据库的格式 那么先下去我们就要讲AI AI我讲过了 在原来的AI呢是非常 算法都已经很成熟了 但是没法应用 主要是两个局限 一个是计算机太慢 还有一个是缺数据 因为你要让计算机学东西怎么学啊 你要有大量的数据让你学 就像你们要通过Farm考试 要做大量的模拟题 一题都没有怎么考试啊 对吧 所以我们计算机一定要让大家有大量的数据 让它去学 第二个学习的硬件要非常的快 计算机有个摩尔定律 这是每过多少个月吧 就是计算机的CPU速度会翻一倍 现在摩尔定律已经完全失效了 因为我三年前买的电脑 它的配置和现在的电脑相比 我也没看到差到哪去 就现在的电脑已经达到了一个 很难再提高性能的一个阶段了 但是电脑已经达到了极 非常强的一个性能 那么我们在做机器学习的过程中 如果你玩过机器学习就知道 它对计算机的要求是极高的 这个倒不是说号召大家去买电脑什么 但是它就是对电脑 它的要求有多高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中国最快的计算机叫天河一号 天河二号是在天津的 我去参观过 这个天河二号整个计算机就是一栋楼 就是一个摩天大楼 这个楼天津冬天很冷要用暖气的 这个楼是不用装暖气的 因为计算机在运行中发的热量 就足够整个大楼供暖了 你就知道这台计算机有多热 你就知道了 它的巨大的能耗 而且天河一号一天用的电 相当于无锡一天用的电 是一样的 就它一天用的电和无锡一个城市 一天用的电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计算机就一开就是烧电 就是烧能源 所以你想想人类是多么伟大 人脑啊 你看我们这么强的运算能力 我们每天只要吃个肯德基就能活下去 我们是什么样的运算效率啊 所以你觉得人人这么复杂 这么精密的动物是自然演化而来的吗 我是不太相信的 我觉得这么复杂的一个生物 一定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力量 把你构建出来的 因为人的整个的大脑的效率太高太高 一台计算机速度可以慢到什么程度 我们我做一个400万行的一个迭代运算 就是晚上睡觉前电脑运算 到了第二天醒来计算机还没算好 它还在那边运算 就普通的一台苹果电脑 最快的苹果电脑都这么满 就400万行的东西 一个晚上肯定是算不出来的 至于什么时候能算出来 我都懒得去计算时间了 反正至少是半天时间 计算机这么满 而且计算机得用多少电 基本上我们全家的电 我们以前我家里的电是整栋楼是第一的 当时还在家里面做运算的时候 每个月用电是家里第一的 因为六台电脑一开 这个电用的不得了 现在你要做机器学习的话 计算机就要快 要求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需要很强的计算能力 这就是AI 那么在我们讲这个计算机 这个AI这些东西之前 我们有必要给大家 稍微做一些小小的区分 就是人工智能 这个机器学习和machine learning 到底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子的 整个计算机的人工智能 最高的叫人工智能 叫AI 但是由于现在我们的计算机技术 还不是很成熟 看这里有没有图 你看整个AI是一个 或者我不用这个图 我就手画一个 整个计算机的最高级的智能 当然就叫人工智能 对吧 叫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最高的 但是计算机完全到人 现在的智慧是不可能的 人的七情六欲啊 伤心啊 高兴啊 这计算机目前学不会的 这个太遥远了 所以我们突然求其次 在AI里面 现在只有一小块 是计算机能够胜任的 叫什么呢 叫machine learning 叫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能学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的 回归啊 分类啊 这些巨类啊 这些是很少的几个领域 是所谓machine learning 可以做的 那么你去看 有些课程叫机器学习 有的课程叫深度学习 还有叫深度学习 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分子 叫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是什么呢 它严格意义上来说 不是属于machine learning的范畴 machine learning 更有点像是传统的 一套人工智能 而deep learning呢 是alpha go这套东西 引发出来的 是深度学习 那么深度学习呢 我们也不能叫它是 是是是是现代的 因为其实从历史上来说 深度学习的老祖宗 叫人工神经网络 它是非常非常古老的 六几年就有了一个东西 只不过因为 我们alpha go出来以后 通过改良以后 让它变得极其的强悍 所以形成了 好像很现代的一个概念 叫深度学习 其实我们都知根知底的 这个叫人工神经网络 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 找不到工作的一个一个行业 这不就改改头换面 改名次嘛 那么机器学习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就不叫机器学习 叫什么呢 叫模式识别 所以这个叫 pattern recognition 就知道 它叫模式识别 现在叫时髦了 叫机器学习 就是我们一看 哎呦 机器学习好像很时髦的 模式识别算什么东西 没有人 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模式识别 所以 所以我们把这个历史 其实一看吧 你就有一个感觉 阳光底下无心事 这些东西不是现在就有的 几十年前 大家认为垃圾的东西 现在又被捡起来了 所以我告诉你 你家里什么回力鞋 不要扔掉 过几年又变时髦了 就全世界都这么 都这么玩这套东西 这就是一个概念 什么叫人工智能 什么叫机器学习 什么叫数据科学 那么所有和数据 打交道的东西 如果把它 把它做一个总括的话 无疑叫数据科学 所以数据科学 是所有和数据有关的 包括统计学 包括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 可以放一块 包括大数据 统称叫数据科学 所以我更愿意称的是 我们在研究的是 数据科学 而不想用很时髦的话来说 我现在在研究机器学习 这就有点 赶时髦的一些说法 这是AI 那么在我们 做一切的数据之前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非常炫酷的一些算法 保证大家能听懂的 一些算法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讲完了 这些炫酷的算法之后 你可能会感觉到 哇 机器学习 这个工作太棒了 太sexy了 这是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 那么我们 到时候讲完以后 会告诉大家真相 就真的你的工作 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们再接下去 要讲机器学习过程 这个数据预处理 Data Repreprocessing 我待会再讲 这个是粗活 这是非常粗的粗活 大家就看不大起的粗活 接下去下面的是精细活 那么在讲这个精细活之前 我要讲一讲是 我们可以把整个的机器学习 我们今天就讲machine learning 不讲深度学习 因为论文里面没有提到 太多的深度学习 它用的更多的是传统的machine learning 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只讲machine learning 我们不讲深度学习 那么machine learning 可以分为两大块 哪两大块呢 叫有监督学习 还有一个是无监督学习 就分两块 然后有监督学习呢 我们今天就介绍几个 一个叫回归 其实回归大家都知道啊 当然我们讲不是讲传统的回归 讲逻辑回归 第二个呢 叫支持向量机 把支持向量机 第三个呢 叫决策术 第四个叫随机森林 所以我告诉大家 你不要听见名字很炫酷啊 都是这帮时髦的人炒出来的 因为你要把一个概念 要炒热 要拿风头 你不能用一些比较平淡的话 一些术语来描述 一定要讲得非常的sexy 大家风头就会就会过来啊 所以什么支持向量机啊 什么决策术 随机森林就搞得很炫酷 无监督学习 我们今天要学几个 一个叫贝叶斯 贝叶斯 还有一个叫巨类 就学两个 那么这些名字呢 大家好像有的时候都学过啊 贝叶斯我们也好像也讲过的 回归呢 大家也知道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东西 它是老瓶装新酒 也就是统计学的一些加强版的应用 好 我们要看看 那么然后我们要讲 什么叫有监督学习 谁来监督你 监督什么呢 这是这样子 就是有监督学习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马上就知道 什么叫有监督 好 我们来看看 有监督学习的四大分类 我们会大家讲 supervised study 它的四个分类 一个叫回归 第二个叫决策术 第三个叫随机森林 第四个叫支持向量机 这几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区别 好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叫做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 这个逻辑回归呢 其实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知道了 我这里就这个图 这个地方呢 就留着我画图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银行 这个银行呢 它呢 对人呢 这个违约情况呢 做了一个分析 它把横轴呢 是年龄 纵轴呢 是违约或不违约的 一个情况 那么违约大家知道 是一个yes or no的事情 违约我们就认为是一 不违约就认为是零 这是一个横轴纵轴 一个交代 那么然后我们把 无数的这些客户呢 把他们的年龄 和对应的违约状态 给他放到这个坐标轴里面去 那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人呢 它是这样的 这有一个人 这个有个人 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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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这个人 他就年纪很大了 还有违约 这个人呢 年纪很小 但是他没有违约 这个放了很多人 这里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年纪很小 但是违约了 这里也有一个人 是年纪很大 但是不违约 那么数据 它是非常密集 很多很多 几百万个数据放 我们就发现数据都扎堆 形成了这么一个扎堆 现在我要你用传统的线性回归 来找到一条合理的 一条回归线 那么大家知道 线性回归呢 就是从这些数据 最密集的中心穿过 对吧 我们可能会写出一条 这样的一条线穿过 那么这条线呢 不太好 为什么不太好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违约它是一个 要么零 要么一的一个值 因为你这里跑到复数 这个地方呢 又大于一了 所以你用传统的线性回归 总觉得有点别扭 对吧 总觉得这个不像 像线性回归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最好能够改良一下 我们做出一个这样的回归 就是要从这些点的 最中间穿过 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归 这个回归特别漂亮 就是它从这些所有点 基本上都被它穿过了 而且它很反映出我们这个 拟合的非常好 对吧 统计学上叫拟合的非常好 那么而且它是从零到一之间的 它的最小值是零 最大值是一 它不会突破零和一的这个界线 这个叫做逻辑回归 这个图形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用y等于ax加比 这种类似的形式来写的 它是这样的 它的这个 它是这样写的 如果是直线的话 那就y等于b0加上bex 这是一条直线 对吧 它不是直线 它是什么呢 如果我把它连例 再来一个p 等于1除以1加上1的负y次方 把这个y带到这个y里面去 这个东西就出来 这条线就是这样写的 就是它是一条直线的扭曲 直线的方程是y等于b0加bex 那么这条函数呢 它p等于1除以1加上1的负y次方 这里的y就是上面这个y b0加上bex 你把上面这个式子带到下面这个式子去 就出来了这条逻辑回归的方程 这个回归叫逻辑回归 那么逻辑回归 它非常的厉害 为什么厉害呢 它就能够拟合这种0到1之间的世界 而且它的拟合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用它来解决这种非0即1的事情相当的好 比如说违约与否 死亡 Live or dead 死亡还是生存 这个逻辑回归 就这个非黑即白的事情 用逻辑回归极其的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怎么来应用呢 比如说我这条线做出来了 现在来了一个新的客户 这个客户呢 说是50岁 50岁在这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违约 那么我要研究他会不会违约 怎么办呢 我们去拟合呀 你看50岁 拉到这里 这个差不多是0.8 虽然我们说违约不违约是一个或者0或者1的世界 但是这个0.8也很能说明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它更接近于违约这个端 接近于1 或者换句话说它有80%的可能是违约的 是不是概率就出来了 所以它非常厉害的是这是一个压缩函数 什么压缩函数 就不管你的X取多大 我最后把它算出来的值都是0到1之间的 叫压缩函数 是不是我把X轴压缩到0到1之间的一个对应值了 对吧 还有一个 它原来是离散的数据 就非零记一 通过它这么一折腾就变成一个连续值了 就我可以算出一个0.8 这个0.8相当于概率 就是一个概率 只有这个50岁的人有80%的可能会违约 所以这个逻辑回归太厉害 这是我们机器学习一切的源头 是逻辑回归 当然我这里没有时间多展开 我今天所有的讲都是讲的 大家保证通书易懂就可以了 因为考试本身要求也不是特别高 不可能机器学习考到很难的 这个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叫逻辑回归 它是解决这种二分类问题 那么机器学习怎么样来研究逻辑回归呢 就我把这一切让计算机完成 你帮我拟合出这条函数 你帮我拟合出来 那么你想 这个事情和我们统计学的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对吧 是不是我们统计学里面 也经常做这样的拟合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给你一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哪个得主我忘了 前两天说了一句话说 积极学习人工智能就是统计学 哇这句话讲到点子上了 太对了 那为什么不叫统计学呢 知乎上的人就说了 如果叫统计学的话 怎么骗风头呢 对不对 所以知道了吗 积极学习的本质就是统计学 一点都没什么新鲜的地方 只不过很多人迷恋积极学习 但是他忘了统计学 其实是你上当了 因为社会的潮流你不能完全信的 你要知道包装一下叫积极学习 不包装叫统计学 叫数据科学 叫模式识别 模式识别大家一听 肯定就找不到工作的 对不对 我们那个年代一听模式识别 整啥玩意儿 模式识别 哎呦 一看就是工科的 找不到工作的 其实就是机器学习的前身啊 好 这是第一个叫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就这么一个玩法 这个是一种玩法 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叫决策术 什么叫决策术 这是我今天重点要演示的 我们看一下决策术是干嘛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 这不是我们的论文里面 举了一个案例 就是泰坦尼克 泰坦尼克大家知道 这个一千多个乘客 大部分死了 少部分活下来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死 有些人会活下来呢 他有很多因素决定的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 他的性别 是两个性别 男 女 两个性别 然后呢 男生和女生 他如果不同性别的话 一定会影响他的存活的 对不对 好一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年龄 那这个 老 中 小 是不是不同的年龄 也会决定他活还是死 太小的 可能会丧命 太老的 可能会丧命 那么 年轻人呢 可能也会丧命 因为他们可能做不到救生体 所以只能说 儿童 就是teenage 就那个八九岁 十几岁的 他们可能更容易活下来 因为他们是被优先照顾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仓位 分为一等仓 二等仓 三等仓 大家看过他在尼瑞都知道 三等仓是在最底层的 海水先把它淹没 头等仓是在最高的 活的时间更长 所以你在一等仓 活下来的概率肯定更大 那么这些因素会共同影响 它不是一个因素 三个因素共同交织 会形成非常复杂的 两两三三之间的组合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接下去 我们就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怎么样通过机器学习 来找到一条活还是死的规律 这个规律因为极其复杂 人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它肯定存在的 用计算机来研究出这套规律 然后我们先要去拿一个 没有一个未知的乘客 让他判断 这个乘客 他如果上船的话 他会活还是死 我们来做这么一个游戏 所以这里面就非常有 这就叫决策术 它是通过不同的 两种三种路径来选择 那么怎么样来计算机来 学会这个决策术呢 我们待会就用泰坦尼克这个例子 Titanic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决策术 那么决策术呢 我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 我们不讲这么复杂的泰坦尼克 因为这个有三个维度 共同影响 一个是年龄 一个是性别 一个是仓位 太复杂 三维的 非常复杂 我们研究一个简单的 研究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现在 这个 做一个 有一个选择 有个选择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有 我们就简化一下 就不要说泰坦尼克这么复杂了 我们就说 一个人的 这个age 一个人的age 或者呢 他的这个 然后现在就什么呢 他的体重 位置 两个维度 不要这个三个维度 太复杂 我们就换两个维度 那么 有的人会生 有的人会死 我们用圆圈呢 表示活下来的 这几个人是活下来的 那么 这是一方面 然后呢 大叉表示 挂掉的 这几个人是 死掉的 来 那么 这几个人呢 又是活下来的 又是活下来的 或者我们 简单一点 不要太复杂 就 问题太复杂 这个 这几个人是死掉的 然后呢 这里呢 又有一个 这些人是死掉的 这些人是活下来的 好 这个 就这么一个 简单的一个 二分图 这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不同的体重 和不同的年龄 有的人活 有的人死 就形成了 这么一个平面图 那么 我这里写一写啊 这里比如说 是多少岁呢 这里咱们弄一下 是50岁 这个点是50岁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分界线 是70岁 这个地方的体重呢 是60公斤 这么一个东西 好 接下去 我们怎么样 让计算机 你让它学习嘛 人真的是非常厉害 我们人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在干什么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群人 他是属于这个年龄段的 这个体重以内的 他活下来的 计算机可看不懂 计算机 所以说他又耗电 他又笨 这个就是你要让计算机 来看懂这个东西 怎么看懂呢 我们要让它变成一个计算机 能识别的语言 叫做决策数 这是平面的 这不是一个数 咱们要把它变成一棵树 怎么做呢 好 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现在 首先 我们把这个东西 我用横线给你做了一个区分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呢 做一个横的切 就咱们就这么切 就是我的weight 我们可以分为两个 一个weight是大于60 一个是小于等于60 是不是可以横的切 分为两端啊 就体重上面的是大于60的 下面是小于60的 对不对 好 在大于60的时候 这一块是大于60的 我们还可以再分为两块 就是这里可以切一道 所以在体重大于60的时候呢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age 我们可以分为两个 一个age 你看这里是70 是小于等于70 或者大于70 大于70的是这一块 是活下来的 小于70的这一块 是死掉的 对吧 好 这是上半部分 再看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就是这一块 是weight 小于60的 我们还可以把它分为两块 就是以这个 左边一块 右边一块 所以这里咱们还可以继续分 下半部分我用黑色的来表示啊 就下半部分我可以再分age 我可以分为这两块 一块呢 是小于等于50 一块是age 大于50 小于等于50的是这一块 是活下来的 大于等于50 是这一块 是死掉的 是不是咱们把这个平面的图 就变成了右边这个二叉数了 而在计算机算法里面 二叉数是计算机能够高效识别的一种 一个数据的一个结构 所以咱们就把一个人能够识别的东西 转变成了计算机能够识别的一个二叉数 好 这个步骤 其实对我们来说 待会我们会给大家演示的 我们用泰坦尼克来演示 泰坦尼克就不是研究 没有那么简单了 就不是一个age和一个weight 我们有三个维度 一个是性别 一个是年龄 还有一个是仓位 三个维度 所以这个二叉数位写得更加的复杂 但这个过程 我们但是用计算机很快就能给你演示出来 这是一个决策数 但是讲了决策数以后 我们就要讲 如果我用一颗决策数来研究计算 来研究这个泰坦尼克的生存和死亡 我准确性还是有一定的怀疑的 是不是准确性 我不一定很准确 所以怎么办呢 咱们不是研究一棵二叉数 咱们是通过数据给它打乱以后 不断地在每一次打乱都做一棵决策数出来 就这样的决策数是一棵数 我们可以做出很多棵数 一棵数两棵数三棵数四棵数 所以很多很多数就变成了 随机森林 变成了森林 这个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的预测的精准度 所以决策森林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它就是决策数的一个高级运用 决策数我们就拿数据拿过来做一次数 而决策森林是要把数据打乱 反反复复的做决策数 然后我们把每棵决策数都算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人到底会活还是死 比如说我做了一百棵决策数 都来预测某个乘客会活还是死 然后其中的六十三棵说他会活 alive 那其中的三十七棵说他会死 那么少数服从多数 我就说这个乘客百分之六十三的概率会活下来 这就是投票 少数服从多数叫决策数 所以一棵数说我是死或是活 我不一定准啊我一百棵树去预测 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做决策数都一百万棵以上一做的 这个投票的结果是非常有权威性的 其实就是投票表决 这个叫随机森林 就不是树了 就是随机森林 好有了随机森林以后 接下去我们要讲 在机器学习年代最巅峰之左 支持向量级 就是没有比他预测的更准的 这些模型他们都不是说互补的 他们都是竞争的模型 就是这些模型 任何一个都可以来研究 泰坦尼克生存或死亡的事情 我们用逻辑回归能预测 因为它是生和死 也是个零一事件 我们用决策数可以做 我们用随机森林也可以做 我们用知识向量级也可以做 他们都是同样的解决 可以解决同样的问题 但是他们预测的准确度是不同的 在传统机器学习年代 知识向量级是巅峰之左 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个名字很奇怪 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支持向量机 好像感觉就是个机器 这是俄国人发明的 俄国人发明 这个老兄非常厉害 他是苏联人 1990年苏联解体以后 他跑到了美国 到美国以后 那么他只有学问了 没有其他的技能 那么只能去教书 他到大学里面去教书 那么教书教什么呢 教数学课 那么他也不懂 他就问他的美国同事了 他说我今天教的是高等数学啊 我应该上什么 教什么内容呢 他同事就给他讲了 你应该叫导数 微分 求导 积分 多重积分 积数 他说好了 他就去教了 第二天 又问同事了 那我接下去再教什么呢 你们没有人笑的 这个笑话是给 给有没有数学的 这个学习过微积分的人 他说我第一天同事给他讲 高等数学要教的是导数 这个积分 微分 积分 然后积数 他说教 他第二天跑过来又问同事 那还要教什么 也就是这些东西 他一天全教光了 然后学生说投诉啊 说这个我们怎么听得懂啊 你觉得说你整个大学 两年学的高等数学 他一天都教光了 他很委屈说 在俄国我们就这么教的 你知道俄国人数学多可怕了 你就知道了 对吧 所以很多当时苏联科学家 90年以后到美国去 就在美国的学术界 引起了很多的可怕的事件 比如说你看过生活大爆炸 有一集 这个Sheldon是家族理工的一个 自认为天才的人 是参加什么物理学的智力竞赛 那么当时规定的 不能一个人参加了 必须四个人组队参加 那么他就说了 我就找三个废物 加上我一个天才 你们就在旁边坐着就可以了 因为必须四个人参加 你们三个人在旁边坐着 我一个人去参加就可以了 结果一路 披荆斩棘 他特别的天才 结果最后一道题 他答不出了 答不出了以后 他急啊 结果他旁边一个猪队友 就给他讲 他说这道题答案应该是这样 这样这样的 他看了一眼说 你是干嘛的 我是清洁工 他说你懂个屁啊 就不踩他 结果果然答案是 那个清洁工说的是对的 他就很好奇说 你是清洁工 你怎么懂这么复杂的 物理问题的 那个人说 我是从苏联解体以后 我流落到美国的 我以前是 列宁格勒大学的物理系 我天哪 列宁格勒大学 那还了得 那就是全世界恨不得 最好的数学系的大学 就是当时的俄罗斯科学家 到了美国去 就引起这么轰动的事情 这是俄国人发明的 支持相量机 它是前积极学习时代的巅峰制作 就智慧到极端了 就你看过支持相量机的算法 你就觉得人类的智慧 能高到这样的程度 这个算法是很复杂 我们讲的很简单 它是干嘛的呢 比如说我现在用 我有一堆苹果和一堆橘子 我要让计算机给我区分开 哪些是苹果 哪些是橘子 那么计算机说我怎么认识啊 我又没有你人那么厉害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所以人 你学过机器学习 你就要反思 为什么人这么高度智慧的一个生物 却这么能够节省 就不用消耗能量 就能达到这么高的运算效率 你百思不得其解 你就知道计算机有多么的笨 它要认识一个橘子和一个苹果 有多么的笨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大小 size和它的weight 作为苹果橘子区分的两个维度 那么我们用红色的表示橘子 我这里写写 这个就是橘子 我们用黑色的表示苹果 圆的表示苹果 苹果呢长的是这个样子 就放在这个地方 就咱们把一个苹果一个橘子 根据它的大小 根据它的这个size 给它在坐标轴放进去 那么我们当然是知道的了 什么是苹果 什么是橘子 对吧 我们是看得到的 计算机不认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坐标轴放好以后呢 我们找这两个数据当中 找一条分割线 把这两堆数据给它分割开 找一条直线分割开 这大家都一看这里 划一条不就可以 但是这条线呢 不能随便划 你这样划也可以 这样划也可以 它有一定的要求 什么要求呢 就是这两个数据 最近的两个值 他们的两个的间隔要最大化 就你这条线得必须划成这个样子 就是最近的两个数值 他们的最近两个点 他们的间隔要最大 那么我怎么划比较好呢 那么咱们可以比如说我这样划 这样划 你看最近的两个点是谁啊 就是他和他 他们的距离分别是 这段距离和这段距离 你说能不能达到最大 还没有达到最大 所以我要让最小间去最大化 我必须从他们的平分线划过 你看这个和这个 他们是最近的两个点 对吧 他们的距离之和达到最大 是不是这两个点 分别到这条分割线的距离最大 这个叫什么呢 叫最临近点 是一个mini对吧 是不是个mini啊 最临近的点 他们的间隔距离最大化 max 这个哪里看到过 mini max 信用风险 讲义自己去找 有这个东西的 mini max 有这个概念的 就是最小间距的 两个临近点的距离最大化 也就是你找到一条 最好的一条线 把这两对数据 给我干干净净的分割开就可以了 那么这两个数据呢 因为他们是影响到这条线的 这条划分的 所以他们就要称为支持向量 就这两个点叫支持向量 这条线就是一条一条直线 就能够把它们切分的 那么这是我们非常简单的 一个简化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条线一旦有了以后呢 好 那么就简单了 我就知道了啊 这条线左上方的右上方的 这个地方这一堆都是苹果 下方的这一堆都是橘子啊 我就知道这条线就好了 接下去我把这些苹果橘子 给它擦掉 我把这里的所有的苹果橘子 都给它擦掉 我就不用了 因为你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你们就是帮助我找到这条分割线 你们现在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接下去把这些苹果橘子 都擦掉 不用了 都不用了 好 现在我买了一个新的水果 我也不知道它是苹果呢 还是橘子 那么我把它的大小 给它量了一下 把它的重量也称了一下 发现它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问你 它是苹果还是橘子 那计算机说 这一块都是苹果区 你就是苹果 他就认识了 这个就是苹果 它是通过刚才我们这一堆苹果橘子 它学会了规律 这个规律就这条线 然后它应用这个规律 来对一个未知的水果进行分析 分析出它是苹果 但是计算机还说 虽然我告诉你它是苹果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可能是橘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离开这条分界线太近了 它走过去就是橘子了 它现在离开这条分界线还挺近的 所以也有一定的概率 有可能它是橘子 那么我又买了一个水果 这个水果在这里 那么计算机说 这个一看就是橘子 而且它是橘子的概率非常高 为什么 因为它离开这条分界线很遥远 它不可能是苹果 这就是支持向量级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用刚才这个例子 就告诉大家 计算机是怎么样学会识别苹果 还是橘子的 它的过程是不是笨极了 是不是笨极了 就我要告诉他 给他一堆苹果橘子 然后要把他们的数据 要放到二维坐标轴里面 还要告诉他 花一条分割线 然后这条分割线 让他知道以后 再用它来区分一个未知水果 是苹果还是橘子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笨拙 那么 这就是计算机的 做事情的方法 对人类是怎么样学的 人类看一眼就知道 这就是苹果 这是橘子 所以我们的判别效率是极高的 好 这是我们的支持向量级 那么在我们支持向量级 讲完这个以后 其实这个事情没有完 因为我们现实中 对事物的分析 可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这里就印了两个维度 一个是size 一个是weight 我们的判断事物非常的简单 那么接下去我要问的是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问题复杂化 就什么复杂化呢 就是我现在问你 我有两个人 一个是好人 一个是坏人 你给我分析 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那你说我能不能 这个两维对决定了 没那么简单 因为好人坏人是几千个维度来决定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吧 他的人品 他的教育 他的胸怀 他的私心 这一切都会决定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不是在二维平面 能够画出来的 那么我们接下去 就要来研究高维平面 这不是一个size和weight 两个事情就能解决 他有很多因素可以解决 所以怎么解决 高维平面的事情呢 好我们接下去给大家讲的就是和 这就和和和能力的和和支持向量机 这个和支持向量机是干嘛用的呢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做这么一个问题 我有这么一堆数据啊 有圆圈 有十字 我现在要你用一条线 注意是直线啊 把这两个数据给我区分开 这智力竞赛题目啊 这是一条直线 把这两堆数据区分开 你怎么区分 因为支持向量机 必须要找到一条线 或者一条类似这样的东西 把两堆数据分割开 前面是很好切的 我苹果橘子 一条直线 可以把它们非常完整的分割开 现在我怎么切啊 我这样切肯定不行 我这样也不行 因为我总不能干干净净的 把这两堆数据给它切合开 怎么办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 一刀一条直线 把这两堆数据切开的 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个高级用法啊 怎么用法 我们先不把问题那么复杂 我们就给你看一个 我现在有这么一条直线 这里呢 这里是零轴啊 这个地方就是 这地方是零 然后我有几个 几个东西 你看 现在我是在一个一维空间的 对吧 是一个一维空间 我要你 这个 这样子啊 不是很好 这是零 我有这么几个 圆 也有几个差 这是在一维空间的 我不要讲二维那么复杂 我也要你用一条直线 把这大差和圆圈分开 你怎么分 你做不到的 对吧 一条直线 你不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是直线 你要你把大差和圆圈分开 你分不开的 那么接下去我们有一个办法 怎么办法 我们做一个升维 把一维 升到 二维 怎么升维呢 你看这个地方是零 这是一二 这比较说是十 十一十五十七 对啊 这是负一负二 这是负五负八 这是有维度的 我所有的X 我做平方 这平方以后变成什么呢 零的平方还是零 这个一的平方呢 就变成一了 二的平方变成四了 对吧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在哪里啊 就在这里啊 这些东西呢 又低进零 他们都还是在这里 这些值呢 是负五负八 平方以后呢 也是在这里 那么你看我现在能不能用一条直线 把它们切割开 这就切割开了 是不是大X和圆圈就能切割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在一维世界中无法用直线切割的 到了二维世界就能够区分了 那我就告诉你说呢 这一堆都是大X 这一堆下面的都是圆 是不是通过深维 就可以把无法在低维世界解决的事情 给在高维世界解决了 对不对 那么你同样的道理 你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是二维世界 无法解决 我怎么样解决呢 升到三维世界 是不是三维世界啊 我有办法给它升到三维 三维世界是长成什么样的呢 长成这个样子的 三维世界里面 在投影里面 就类似于这样的 我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 把它升为以后 变到三维世界 那么这个点在平面世界中 都是平平 就在做的上是平面的 在三维世界会长成什么样的 可能圆圈都在这个地方 大X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要把这两堆数据切分割开 三维世界就不是一条线了 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是一个平面把它们分割开 这个平面可能长成 这个样子的一个平面 我就能把这两堆数据分割开 所以这个东西叫深维 就二维胜三维 三维胜四维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低维世界 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高维世界就能解决 这叫深维 那么这个 所以你觉得是不是 知识相关系太牛了 他就能够用这个方法 把一些无法区分的事情 通过深维 三维解决不了 升四维 四维升五维 但是四维空间以上 我们的画图就画不出来了 这就需要你非常抽象的去 去感受到这个高维世界 这个叫深维解决问题 那么有一本书叫三体 这个就是一本科幻书叫三体 非常非常热门的一本书叫三体 三体里面说有一种高级智慧的生物 攻击地球 是怎么攻击的 叫降维攻击 什么叫降维攻击 我们世界是三维的 如果把咱们这个世界变成两维 你会发现怎么样 我们就变成肉饼了 对不对 对 这个生物就能对地球做降维攻击 就整个地球就变成一张薄片了 那整个地球就完蛋了 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攻击 叫降维攻击 所以升维降维 这是我们数学里面经常用到的概念 那么整个升维降维 是哪一门课程 你一定要学得很懂很懂 才明白的呢 线性代数 这门课程是全中国人人都会学 人人都能及格 但是基本上没有人搞得懂 大概干什么的一门课程 是整个大学里面最怪异的一门课程 这个什么叫旗艺值分解 什么叫特征向量 什么叫特征值 什么叫转制 什么叫逆矩阵 我们大致能讲出来 但我们都不知道背后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空间几何的一个东西 真正的线性代数 我们中国为什么线性代数 大家都学的天路人愿 是因为我们学的是苏联的教材 你知道苏联人的数学基础 我们是随途不符的 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学线性代数 上来先学的是行列式 这是苏联流 是苏联流 其实如果你去看过美国的教材的话 你就完全能看懂了 因为美国的线性代数 是不讲行列式的 上来就是讲矩阵和向量 你就马上就明白了 哦原来线性代数是这么玩的 所以我建议你去好好去看一下 张宇的考研的那些视频和书 张宇是按照美国流来教线性代数的 大家就能看懂 线性代数是什么 其实就是空间几何的一套东西 他把线性代数变成了一套空间几何的 那个东西就你就太直观能看懂了 比如说这个表格 刚才我说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一个矩阵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一列叫列向量 一行叫行向量 原来你明白这个矩阵的加减乘出 就是表格的加减乘出 表格是可以做加减乘出的 这我们不去讲它 不讲那么多 好 以上这些算法都叫做有监督学习 接下去我要概述一下 什么叫有监督 你看我们就拿苹果的例子来举例 我让计算机学苹果和橘子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苹果还是橘子 我知不知道 我是知道的 我让他学的时候 我不是当时说吗 苹果我们给他放在这里 橘子给他放在这里 然后让计算机找到一条分割线 就是这些数据上面 它都是有label的 有标签的 就是说我已经知道 这个是什么的情况下 让计算机学出一条规律 在讲泰坦尼克的事件当中 我们也是有标签的 就这些人是生的 这些人是死的 然后我们让计算机来找到这条生死的规律 就这个人事先是生是死 我们人是知道的 这个叫label 这种有label的数据 让计算机学习的叫有监督学习 那么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讲的是 无监督学习 Unsupervised learning 什么叫无监督学习呢 无监督学习就是数据没有标签的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这里面 贝耶斯我就不讲了 这个我就直接讲聚类 讲clustery 什么叫聚类呢 这个东西难度就高了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百货商店 百货商店呢 顾客呢 有很多信息 比如说年龄 还有收入 那么我把一百万个顾客 根据他们的年龄和他们的消费吧 不要收入 收入百货公司是不知道的 消费他们是知道 消费 spending不能叫expense spending 他们的消费 做一个分析 那么就发现他们是这么多的人 你看我这里就不能画圆圈和大差了 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些人 他们的 没有对他们做任何的标签 就把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 就放到里面去 全都是圆圈 接下去我要问 你帮我把这些人给我分分群 是要物与类聚 人与群分 你给我分分群 就是你不能给我分成几组 每一组都有共同的一些特性 那么我们肉眼一看 那太容易了 怎么分呢 我们就分这样分呢 那这是一组 两组 三组 是不是啊 A组 B组 C组 那么A组呢 是什么呢 就年龄很低的一群人 就未成年人 B组呢 是年龄很高 但是很有钱的一群人 C组呢 是年龄很大 但是消费很低的一群人 是不是很直观 就能分为三种人了 对不对 其实 这个我们肉眼一下就看出来 但是我告诉你 你让计算机能够画出这两条线 可要他老命了 计算机能画出这条分割线 我们一看就知道的 计算机算要算半天了 这就是你就想到人怎么可能这么高效的计算运算能力 你是不能想象的 计算机有多慢 有多笨 有多么消耗能源 你是不能想象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叫巨类问题 叫巨 就物以类巨人以群分吧 叫巨类问题 叫cluster 巨类问题是无监督的 因为这些人上面他没有标签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 他只有两个信息 消费和年龄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信息 他上面并没有贴是苹果还是橘子 没有任何标签的 我让计算机找到这条规律 这个是机器学习里面最难的一个问题 因为计算机要找到这些内在的一些关系 而这些关系我们人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你计算机能找到 这群人A类B类C类 他们是三群人 所以巨类问题就适合于解决这种 没有标签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应用场景 哪些应用场景呢 我现在比如说最近大家知道股市 股市在涨 但是稍微有点投资经验的人就知道 这个不要说虚晃一枪啊 不要说涨两天 结果其实没有进入大牛市 结果还是一个熊市当中的一个回光返照 不要过两天又暴跌啊 所以我们就想 现在我们的股市上涨 到底是熊市的上涨 还是牛市的上涨呢 对吧 你怎么分析啊 那咱们把股票数据可以放到一个坐标轴里面去 这是return 这个收益是零 我们把每天的数据都扔进去 这是有一天涨了很多 有一天涨了更多 有一天亏了一点 有的亏了很多 我们把每一天的交易数据都放在里面 现在我要问你 哪些数据是来自于牛市的 哪些数据是来自于熊市的 让计算机自己分析 计算机说 你上面又没有标签 我怎么知道 好 我现在要你分类 你给我把牛市的数据给我找出来 熊市的数据给我分一组 然后计算机通过他那套非常匪夷所思的算法 他告诉你说 那这个是来自于牛市的 这一天是牛市的 这一天是牛市的 除此以外都是来自于熊市 他能给你做一个巨类 这个巨类我们人是根本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看来 这不过就是一个数据而已 我们根本上面没有标签 他不像苹果橘子上面写着 这是苹果 这是橘子 我们能够识别出来的 对吧 这个是没有办法 没有标签的 这种东西要靠计算机去研究 要比我们人要强得多 所以我这里呢 就把这些零零总统的算法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就是我们这三文课程当中 要用到的算法 为大家做一个非常笼统的介绍 那么后面呢 再顺便提两句 一个呢 就大家问这个机器学习的书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看很多书的人 我认为一本经典就够了 不用看个十几本书 而且我非常反对 就搜集了很多东西 但是不看 所以我就推荐三本书 第一个叫西瓜书 这个我们去你自己去查西瓜书 第二个是李航的一本书 你去看李航 他就写过一本书 第三个叫PIML 这个我们只讲缩写了 我们都不会讲全称的 因为PIML现在就已经成为一个宗教了 这个宗教的教派的人 就是大家以读PIML 像读圣经一样的 就这群人就干这个事的 这本书的全称叫 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 PIML 它的是2005年写的 是本非常古老的书 但是极一极的经典 西瓜书是中国人写的 李航的书也是中国人写的 这属于中国人写的教材中 绝少的能拿得出手 达到世界级水平的两本书 除此以外 根本你见不到这么高质量的书 所以如果说你要准备以机器学习 作为将来人生的归宿的话 你早晚要看一下PIML 而且早看要比晚看好 这本书很厚 差不多1000页 如果你全部看一遍 编辑版里面的原代码跑一遍 至少要两到三年左右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两到三年以后 机器学习这个浪潮没有破灭的话 你可以找到业界任何你想做的工作 这本书只要你能读两年 全读一遍 原代码自己跑一遍 就能在业界找到任何你想做的工作 这个不是骗你 因为我们这个 我有个朋友就是 本科研究生毕业 就这个东西读了以后 就是找工作都不用写简历的 基本上人去 人家就给你发offer的 就那种样子 因为非常非常的深 这本书是非常的 就有浅到深的 就讲的事无巨细都有的 经典中的经典 就推荐三本书 那么课程呢 没什么好讲 这个很多很多 温达达书的课程 当然是 是必看的 因为 他是积极学习的 恨不得是现在的 说过仅存的几个人了 李飞飞的课也可以看一下 李飞飞的课 但是 不是特别的入门 那么入门的话呢 我自己就是网易云课堂上面的 网易上面的微专业 反正我自己学了几门课 微专业 微专业就和我们的课程不一样 它比较严格 它有那个考试啊 这些 微怎么写 微专业 你就去看一些 机器学习方面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了 我自己学下来 感觉非常非常好 网易的课程 这个不知道学了多少了 就是没有任何的 负面的影响 我自己都影响非常好 就反正感兴趣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 这是我们一个 那么接下去 还有一些硬件和软件的一些要求 机器学习对硬件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 像个人电脑 它的运算 是通过CPU来运算 CPU呢 是一个 就有点像一个大学教授 它的运算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它只有一个人 它只能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机器学习呢 涉及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要同步进行 所以一个人 肯定不能同步做很多事情 怎么办呢 咱们就要用GPU GPU是显卡上的一个运算东西 它的有点像 一万个小学毕业生 虽然每个人的水平都很低 但是人多 所以做那些出火 可以一万个人同时做 这样它的效率就很高 所以CPU和GPU 处理的问题不一样 GPU就适合做那种简单的火 但是很多 要同时进行的 而机器学习 大量的是这种简单的出火 需要同时再进行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 非常厉害的显卡 当然你显卡的副作用 可以打游戏 可以打得很爽 这个GPU GPU而且一台还不够 往往要好几个GPU并联 GPU又挺贵的 一台GPU 差不多一万块钱左右 好一点的 而且你的机器里面 就算有 你也没地方放 所以一般机器学习 你要做到工业级的 或者说你要当真的玩 不是玩玩的 你可能要考虑要有一间实验室 有一个机房 这个机房要有一台 硕大无比的一台电脑 里面要插好几个GPU 而且要一个GPU配一台电源 因为它非常的耗电 一台GPU再拍两个风扇 一个抽风 一个吸风 所以你的电脑长的是这样子 就一个巨大的里面有16个GPU并联 或者4台GPU并联 然后每台GPU前面有一个风扇在吹风 后面有一个风扇在吸风 所以总共是8个风扇 还要配4个电源 然后整个机器开起来 就是一台抨气式发动机 就是一台非常可怕的 轰鸣声很大 这是一种配置 非常昂贵 但是效率很高 或者换一个方法 云计算 我自己是租了一个亚马逊的AWS的云计算 云计算就是你所有的计算 在亚马逊的服务器上 它帮你完成 最后它给你一个运算结果 那么它的好处就是你不用买硬件 效率还挺高的 换处就是你要根据你的所用的时间 来付租金的 也不是很贵 就是还可以经受得起 就是硬件上面 软件那个太多了 基本上所有IT的人要精通的东西 你必须得懂 而且要很懂 就是不要有一个错觉 很多同学问我说 我们想用机器学习来搞量化投资 我们现在就觉得计算机水平不是很高 编程不是很懂 你就想一个问题 如果编程精通就能做量化投资的话 中国有300万程序员 为什么他们不会来做量化投资 对不对 他们的编程肯定比你强多了 那么如果你懂编程量化投资就能做得很好 为什么300万程序员不都来做量化投资呢 所以这个point不是你的编程的问题 是数学问题 数学永远是瓶颈 IT虽然难 编程虽然难 但不是难到无法克服的 只要你足够的勤奋 编程的问题早晚是能解决的 但你永远解决不了的是数学 因为这是取决于你个人能力的上限了 这就是你的瓶颈 那么我们不讲数学 除了数学以外 软件需要学什么 我就随便写一写 第一个 现在机器学习比较流行的语言是python python入门比较简单 但是你光学python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你应该学python当中的一些库 比如说numpy 这个numpy和python 基本上就是一个独立的语言 那就恨不得 pandas 还有sklearn 就这几个库 这个叫library 就是没有这些library python is nothing 有了library python可以发挥很强大的功能 而这些library本身也有一定的学习难度 你可以这四个东西放在一起学 当然我个人 以前我一直是用metalab 因为我实在对python这套东西受不了 但现在我也在研究python 可以 还觉得还不错 慢慢的喜欢上python 但是metalab也好 python也好 这些语言你最好都精通一门 另外的语言能够懂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别人的代码 别人不一定用你熟悉的语言写的 别人可能说用C++写的 也有可能 你看不懂那就白搭了 所以最好你各种语言都懂一点 这个是语言层面的 这个本身编程就是一个经验的 需要砸时间的 都是砸很多的时间才能达到一定的经验值的 那么除此以外呢 除了编程语言之外 你必须要掌握Linux 因为没有Linux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去操纵服务器的 服务器是什么 服务器是远程的一台电脑 你不会在服务器上看到任何可以用鼠标点的东西的 你在家里登录到服务器上 你看到的电脑上显示的 不是服务器上的这种菜单啊 你根本看不到菜单的 你在服务器上能看到的就这种样子的东西 全部用鼠标来操纵的 根本不会用用这个鼠标 全部用键盘来操纵 所以如果你要去 你要去奚落一个黑客 最好的都是送他一个鼠标做礼物 那就是最大的侮辱 就是黑客说 你看不起我 你认为我会用鼠标吗 你是对我宣战 所以一定要用Linux Linux是极为强大 但是好如烟海 学习的时间非常长 十个月才能做一点事情 还有就是数据库 包括比如说MySeq这种数据库 都是早晚要用到的 这个你一步步来 反正有的砸有的时间要砸 反正这是一套配置 还有其他零零种种的 这个基本东西学会以后呢 还有很多小的东西 就是你不会的话就别扭 就浑身不舒服 就怎么弄怎么都不舒服 比如说文本编辑器Vim 这个必须要用的 否则你在Word上 你在Linux上用Word去写文档吗 肯定不可能的 还有一些Latec 这是写一些文档需要用的 零零种种太多太多了 这个有很多的小的 反正大的东西软件 你最关键的就是 编程语言要学一个 Python或者 MATLAB Python或者 MATLAB 这些东西都是 软件上的一个学习 好我们把这个机器学习的 一些概念呢 我们做了一个总括 那么接下去在讲论文的过程中呢 这些概念我们就不会再一一细讲啊 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总括 尤其是前面这些算法 大家一定要大致知道 他是在干什么 你只要能够大致知道 他在干什么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 这个前半段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下午呢 会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就是怎么样来通过大数据 来继续学习 来分析出泰坦尼克的生存和死亡的 这么一个情况 好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们给大家这个非常简单的 讲一讲大数据 这篇论文讲了什么 大数据 第一个 大数据是操纵 这个大数据的工具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提到了就是 为什么大数据这么有用 这么有用 那么我们知道大数据就是大量的数据嘛 它可以极大的帮助我们 去做很多的运算 在哪里呢 在变量的选择中 有很强的作用 而且它可以搞出更复杂的关系 而不仅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分析苹果和橘子 在二维空间中 可以划一条线 但是当世界 事情变得非常复杂 我无法用一条线切开的时候 事情就从线性变成了非线性 我们要通过身为的方法才能解决 而人对于非线性的问题 一般是没有办法直观的看出来的 就比如说 让你分析好人还是坏人 这个就是一个非线性的问题 但是机器学习可以解决出来 它是非常强大的 大数据 机器学习能够帮助我们做这 那么大数据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分析数据的工具 分析数据的工具 那么这里呢 咱们要讲的就是数据的 大数据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到数据分析 刚才我们有哪些功能呢 我们有预测功能 总结功能 预测功能 还有假设检验功能 这些其实在我们统计学里面 大家都学过 都学过 这就是大数据 我们统计学里面讲的预测 通过回归来预测未来 这个分析 比如说区分橘子 还是苹果 我们对它做一个估计 那么机器学习里面的技术呢 你看这都是我们提到的 一个叫CUT 什么叫CUT CUT就是我们的决策术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决策术嘛 决策术模型 其实就是名字叫CUT 就这个地方就是决策术 随机森林我们讲过了 神经网络 我们没有深入的讲 深度学习也没有深入的讲 知识相当机 我们都讲过了 这些就概念讲一下 那么作为一个结尾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可能大家会觉得 机器学习的工作 就是很炫的 每天就是搞各种模型啊 神经网络啊什么东西啊 那我告诉你 现在的机器学习 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算法 这些东西 你不用任何操心 只要你用知识相当机 你怎么用 都有现成的软件 给你去用的 所以你90%的时间 不是花在跑这些模型上 是用在哪里 是这一步 就是我刚才没有讲的 哪一步呢 就是数据的预处理 这个就是粗活 差不多90%的时间 咱们做的都是这些粗活 什么叫数据预处理 当时我们会拿 泰坦尼克的数据 给大家做个解释 1800多个名单 很多里面是缺数据的 它没有年龄 没有性别 很多时候的 第一个是缺数据 你怎么样把这个 缺掉的数据给它补全 第二个 数据的格式都是不统一的 比如说日期 有的是日月年 有的数据是年月日 你怎么给它统一起来 还有就是有些数据 大大小小都不规范 就是把数据给它干净 这个叫数据的清洗 这个工作差不多要占掉 90%的时间 因为如果你数据 没有清洗干净 你就直接做机器学习的话 就垃圾进去 垃圾出来 所以这个是大家 大多数时间做的事情 而且如果你水平高的人 数据清洗了以后 会极大的提高 数据预测的精度 但如果你没有 经过严格的数据 清洗训练的话 你直接拿着数据 就跑模型的话 这个模型出来 都是漏洞百出的 所以这个叫数据预处理 叫预处理 就预先的预处理 这个我们待会拿一个 泰坦尼克的模型 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什么叫数据预处理 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那么像这个 这些模型呢 我们当时都已经给大家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书上呢 重点讲的就是这个 CUT 决策数 所以我们呢 待会下午的时候 就用Python来跑 一个决策数 预测泰坦尼克的 生存死亡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演示出和数上 几乎一样的一个结果 就给大家搞一个 真实的一个东西 不要老是讲一些 很虚的一些概念 这就是我们 下午会讲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午继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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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